大学后边它有这个学院或校区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你这个要是选差了的话 就会很要命 广东省就出了这么一个事情 好像还不是一个 就是考了630多分 然后报了某大学的某学院 那个考生就以为说 他报的是某大学的某校区 结果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高分 上了一个原三本的院校 大家都知道 我最近在做高考志愿填报的事情 那么前段时间 为了了解大家 对于现代高考志愿填报的 一些核心的需求 还有一些疑惑的点 我也是聚集了很多家长和考生 在一个群里边 在这个群里面 每天都会有很多的提问 这也让我明白一个事 就是其实家长和考生 在对这种志愿填报 是非常的重视 但是很多时候又很无奈 就感觉使不上劲 对吧 那大多数的学校和专业 都不是很了解 所以说接下来 针对大家一些概念上的东西 和一些相关的数据 我都是尽力的 能够统一的输出一下 那么今天咱们先聊一个 很多家长和考生 都比较疑惑的一个事 就是张老师 我的孩子在看学校的时候 经常会看到 什么什么大学 什么什么分校 什么什么大学 什么什么校区 什么什么大学 什么什么学院 老师 这有什么差别 跟那个什么什么大学 就比如说哈工大 深圳哈工大 微海跟哈工大 什么差别 电子科技大学和电子科技大学 成都学院是什么差别 对吧 郑家大学和郑家大学 成都学院是什么差别 对吧 咱们今天就针对这个事 给大家好好的聊一聊 就是大家你要知道 这个大学后边 它有这个学院或校区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就是你这个要是选差了的话 就会很要命 首先我们先说就是 这个什么什么大学 什么什么学院 大家注意 如果说你看到的这个是 什么什么大学 什么什么学院 这个它叫做独立学院 那么按照原来的观点来讲 这种独立学院它其实是三本 那么在去年 好像是广东省吧 就出了这么一个事情 就是好像还不止一个哈 就是考了630多分 然后报了某大学的某学院 其实是个三本 就是那个考生就以为说 他报的是某大学的某校区 但其实是某大学的某学院 就是这个东西 其实你你正常来讲 你应该是可以 报志愿的时候是看一下的 我分析一下 就是这个学生 他当时在报志愿的时候 他根本就没有看数据 就大家每个省发的那个书 他根本就没有看数据 如果他稍微看一看 他报的这个学校 然后的话 什么什么大学 什么什么学院 他稍微看一下的话 那么他都会发现怎么样 那个学校往年的录取的分数也好 录取的位置也好 跟自己差别太大 他都不会报 但是他就没看 就以为是那个大学的 什么什么学院 就是那个大学的另外一个校区 就给报了 结果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 高分上了一个原三本的院校 那么你说老师 那这个我知道 就什么什么大学 什么什么学院 这个是三本 那什么什么大学 什么什么分校 跟他原来那个本部有什么差别呢 比如像最著名的就是哈工大 对吧 叫哈工大深圳 哈工大威海 还有哈工大本部 那哈工大深圳呢 就是在深圳嘛 对吧 然后哈工大威海呢 就在威海 哈工大本部就在哈尔滨 你说老师 实际上呢 大家你要知道 一般体的国家有这种分校的 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城市 大多数都是什么呢 就是那种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城市 比如说 咱们给大家举个例子 像这个深圳啊 像我现在所在地就是苏州 苏州也有这样 像人大的苏州校区 那么今年可能会在各个省招生的 像南京大学苏州校区 那么将来还有可能像东南大学苏州校区 那么像深圳呢 苏州啊这样的城市 它是什么样的城市呢 发展很快 但是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什么呢 离不开人才 这里边最典型的就是深圳了 对吧 深圳发展特别的快 但深圳本地的高校 它的人才供给 它达不到这个城市发展需要的 那个人才的那个速度 你知道吧 它排养不过来 你像深圳大学 深圳大学这个校是个非常好的学校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深圳大学的历史啊 当年深圳大学是怎么成立的 它是深圳特区 我要成立一个大学 然后全国各个知名高校 你支援两个系 我支援两个系 然后的话组建了深圳大学 那么后来深圳发展的太快 这一个大学的人才 根本就就不够用 那怎么办 深圳想了另外一个办法 就是把各个大学的研究生院 先搬到深圳 你比如像哈工大研究生院呢 那个北大研究生院呢 清华研究生院呢 都搬到了深圳 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 率先开始了本科阶段的招生 结果哈工大深圳 就这么一个学校哈 一下子就成为了广东省地区的高校 在全国各个省份招生的时候 录取分数和录取位置最高的 都是哈工大深圳 然后的话呢 还有哈工大 还有哈工大威海 实际上这三个学校的都是哈工大 但是我想跟大家说 这三个学校 其实就业都不差 就这包括像哈工大威海 这个相关的老师呢 我也认识 我们也曾经电话就沟通过 还跟我说说张老师 以后你们在录节目的时候 录视频的时候 能不能就说我们学校 我们学校就业也很好的 我们学校保研率也很高的 能不能说说我们学校 我们学校不比本部 也不比深圳差 那我在此啊 我应这个老师的要求 我跟大家说一下 如果说你的成绩足够好的话 哈工大威海就业也一样 因为它也是属于985序列 能明白吧 也是属于985序列 所以说整个的老师的水平 老师的师资 包括说这个社会 对于这个学校的任何程度 包括说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 像保研率呀 考研率呀 那么像这种学校 其实都还是非常可以的 所以说你要注意 分校和校区 它这是一类 但是的话 如果是什么什么大学 什么什么学院 这是另外一个事儿 这个大家一定要去关注 和注意一下